大家好 进入春天正式业绩化了 快速蒙发新芽期了 不过就有话有新闻了 在它蒙发新芽期能不能吸用一些素瘦肥 就是水溶肥 今天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特别是一些新手 如果不注意的话 养一颗就死一颗 因为吸用水溶肥的话 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入冬前 还有一个入冬后 给它使用是比较合适的 进入春天正式蒙发新芽的喜剧了 素瘦肥就不要给它使用 就是一些水溶肥也不要给它使用 不过就有很多话有会问 这个素瘦肥都有哪些 素瘦肥的话有尿素 还有复活肥水溶肥等等 像这种的话就是素瘦肥 建议大家不要在蒙发新芽期给它使用 在蒙发奇迹就要使用一些比较温和的花肥 比如说一些农家肥是比较好的 农家肥有鸡份肥 农家肥有鸡份肥还有一些羊分 像这种粗纤维羊分给它使用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释放羊分是比较的慢的 对土羊不板结布烧根肥是要高 它很有效的释放里面的一些粗纤维的 一旦释放羊分慢了 它就慢慢的吸收 这样就生长的比较的全面的了 不要一下子使用一些素瘦肥 素瘦肥对它有很大的影响的 使用方法也是特别的简单的 盆栽的话要看你的盆栽大小 如果是大盆栽的话就用量多一点 像这种小口径的话就是用到一手抓就可以了 不管是鸡份肥 或者是蚯蚓份肥羊分肥 给它使用 这个量是比较适合的 使用一次可以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的 是比较适宜这些盆栽叶肌花使用的 特别是在南方栽种的话 是比较适合这样给它简单的施肥的 所以养活叶肌花的过程中 水溶肥还有素瘦肥 就要不要给它使用 特别是在蒙发新芽时期 就要不要使用一些素瘦肥 给它使用 这样这些对它的影响是很大的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方法对大家有帮助 好了下期再见